近日,俄罗斯媒体称,随着高科技武器的不断战场化,海军和空军的作用远比陆军的作用大得多。 而且美国军事专家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,他认为,未来的战场主要集中在海上和空中,二战前,绝大部分战场基本上都是陆地战,但是随着科技的不断革新,武器的飞速进步,传统的作战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 美军事专家认为,即便一场战争中,没有陆军的参与,照样可以取胜,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陆军人数最多的国家,也是陆军武器中规模最大的国家。 但是美军事专家和俄军事专家普遍认为,中国陆军虽拥兵百万,但是在未来战场上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,甚至是几乎没作用。 阿富汗战争,美军利用空军的绝对优势,用战机进行空中火力碾压,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打完了这场战争。 同样是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,苏联曾经派出150万的陆战大军进攻阿富汗,但是他们却打了十年,却还是没能拿下阿富汗,最终因时间太久,战争消耗过大,而导致失败。 因此,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,在那个年代,陆军的优势已经一去不返,现在更是如此。 未来战争中,陆军能派上用场的就是打扫战场,那么事实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吗? 我国解放军少将表示,尽管未来战争中科技化武器的优势越来越明显,但是绝不能以偏概全。 就说陆军没作用,因为不管是海军、陆军、还是空军,他们都有各自的优势,不是谁能替代谁的关系。 科技的确不断在进步,但是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地球,只要一日还在这片土地上生存,那么陆军发挥的作用就是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。 陆军永远是一支永远不容被忽视的力量。